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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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荷爾蒙出來 去給我們身體 讓我們更加興奮 更加什麼呢? 我們應該說已經做了 而且它會成為一種處方 是給抑鬱症人士的處方 我們其中一個認為 有抑鬱就是你沒有了這些內分泌 我補回這些內分泌給你 令你開心一點 其實是 我都可以說 是一個短的藥 它有一個所謂有效的藥效時間 但是我們都發覺 就算你長期用這種藥 不代表可以根治到這個情況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那個老暴受損 有抑鬱的人 其實可以說 我們都不止第一次講的了 抑鬱的人不是純粹他們沒有好的刺激 令他們有這種有開心的內分泌 也不簡單 如果你純粹因為沒有好的刺激 沒有遇到開心的東西 那你就帶他去玩一些開心的東西 於是他就有了內分泌 於是他就懂得開心 但是這個圖像是不對的 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他根本上那個開心的能力沒有了 是他的腦部不能夠再對於這些 我們一般人認為開心的事件 再給出一個合理的反應和內分泌 所以你就算補回內分泌給他 可能頂得一會兒 但是這件事過了之後 沒有了這個東西 甚至乎見到有開心的事件 根本是沒有能力去開心了 其實甚至乎是一種傷殘來的 就是等於你沒有了手指拿不起東西 沒有了那塊有效組織的老神經 給你一個對於外界開心事件的一種 開心的機制去trigger出來 你沒有了那部分 於是可以說是一種腦部的傷殘來的 而這種腦部的傷殘是需要 起碼六至八個星期才能夠重新去建立的 所以就是說 你是有這樣的內分泌處方藥物 來讓他們維持著那種開心放鬆 少一點的抑鬱 但是你也需要一個外在環境 給他一個很好的環境 令到腦部可以重新建立一個合理的神經系統 來去自動產生這些內分泌 甚至乎上癮都是 你很多時候牽涉到裡面的那個 腦神經的反應改了 變了 甚至乎不是只是反應變了 甚至乎那個組織結構都變了 你也是需要用這些六至八個星期的時間 你去重新組織過 你才能夠可以令到他嘗試一下 在沒有藥物情況之下 自己能不能夠擺奪這種上癮的反應呢? 你會看到牽涉到內分泌 還有那個腦神經的結構 還有那個外在因素環境 你發覺是缺一不可樂的 你要去醫治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香港搞不到開心了 因為我們全部很多人 我們都是腦部出現了傷殘 所以就導致現在這種情況了 整個社會的組織沒有了開心的能力 不可以說是我們人沒有了開心的能力 就是我們那個社會的組織 你可以說我們每人獨立就是一個獨立的神經元 我們這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思考的整體 會相似的這個比喻 好 我們講講就是這一節的主題 如果老鼠挖上太空 那他生不生不生老鼠仔出來呢? 這一件事我們其實有了太空科技之外呢 經常問的啊 甚至乎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聽過一些神秘傳說 其實說那些蘇聯太空人曾經試過 叫一些男女太空人上去嘗試交配的嘛 有 這個就應該都不是傳說來的了 因為他們應該試過的 不過他就不會公開告訴大家 就是有些什麼結果 是的 其實對於很多其他的生物來講 我們都很容易拿去嘗試 那就是這件事不是純粹為了玩而做的 是當我們接下來想著太空旅行 甚至乎太空任務是說你是去到火星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你給一個孕婦去上太空 然後就是甚至乎他不是在地球了 一直在太空的旅行期間就是懷孕 因為現在 因為這件事你也都不是當是開玩笑的 因為你越是想這些這樣的太空人 在這個旅程裡面有正常的生活 你應該就是越是容許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在地球上可以做的事情 比他在太空上面都做到 是不是? 你現在看到國際太空站上面 原來太空人基本上是禁慾的狀態的 他們甚至乎會吃一些處方藥 令他們處於一個完全是很低慌 低性慾的狀態的 於是乎就少一些的問題這樣 但是當然會不會又引伸到其他精神上的問題呢? 這件事變成整個太空研究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課題來的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健康的精神生活 是需要做到什麼事情? 現在好了 如果說就是說 人類要在太空上面去受精 懷孕 甚至分娩 這個可能性我們怎樣去探討呢? 這個研究怎樣去做起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不要先拿人 你可以先拿其他的生物 現在就是說在國際太空站 最近也都有一個新的研究 其實就重複很多次了 但是這次我覺得又有些新的事情就是 將這個老鼠的胚胎呢 就放在這個國際太空站上面去整出來 那現在就發覺很有趣了 就是那個胚胎可以在一個這樣的無重狀態之下呢 都似乎可以繼續去發展了好幾天 那好了 繼續發展下去會是怎樣呢? 暫時未知 但是現在呢 這幫太空人呢 在國際太空站做了這些結果之後 將這些這樣的受精卵 去整成胚胎 發展了幾天之後呢 那就將它呢 立即下放一些福爾馬立 來去防腐了它 封了它 就是鎖死了它 令它不要繼續進行下去 將那個樣本呢 就會發射回去地球那裡 就由那個地球那裡的其他更加仔細的實驗儀器呢 就再看一下究竟這個胚胎發育 是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正常 現在我們就希望呢 透過一些在太空站無重狀態之下的實驗 來去研究一下這個無重狀態 對於這些這樣的受精卵分裂 和那個胚胎人肉 會有些什麼長遠的影響呢? 嗯 好啊 那現在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是不是成功了呢? 其實距離長遠的成功的路呢 還有很遠的 為什麼呢? 現在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去整了一個受精卵 然後也看到這個受精卵在幾天之內也有發展 因為老鼠的孕育周期是短一些的 所以在頭幾天你已經看到一個比較快的發展出來 那究竟這個發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呢?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的 你也要看到進一步就是說 或者是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就是說這個受精卵會不會是展現了一些 在正常的重力之下 不會有的奇怪的東西 而那樣奇怪的東西 可能最後是影響到整個的胚胎發展呢? 現在這件事是未知的 所以那個成功不成功 暫時只不過是有一堆數據 即是有一些資料出來了 未做分析 而好了 其實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技術問題 其實是未研究到的 因為你有那顆受精卵之後 不是可以就這樣 由受精卵就變成老鼠仔出來的 你是要在那個子宮上著藏的 還有就再有一隻母體老鼠來將它懷孕 將它人肉出來的 現在這件事我們未做到的 而這件事才是更加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都有初步研究顯示 你如果那個胚胎受精 受精卵之後 就是一個受精卵 你要去著藏 你有個地心吸力在那裡 你很容易想到就是你一個人站在那裡 躺在那裡 它總會在一旁 總會著藏的了 總會著藏的了 在無重狀態怎麼樣呢? 沒有了這些重力去幫助之下 這些這樣的受精卵 不要只是說人類 各個物種的受精卵 如果它要去在那個子宮上著藏的話 會不會是變得極為困難呢? 這個問題我們還未達到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要問你這幾樣東西 這些無重狀態 對於受精卵的孕育 會不會有一些非常有害的變化? 還有就是說 進一步著藏會不會變成幾乎不可能? 第三 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太空裡面是一個非常高輻射的環境 會不會令到出來催胎的機率更加高? 甚至死胎的機率更加高? 那這件事就是 你聽到這幾個都是很重要的很大的問題的 所以我說這一類的研究 原來搞了這麼久來講 都還未有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這個也是很視乎我們的儀器能夠掌握到那個 胚胎孕育的狀態呢? 什麼為之正常呢? 我們需要很多的資訊才可以搞清楚 所以現在進一步就是很希望看到就是說 這個孕育了 已經是受精了四天去發展成為 就是胚胎的這些老鼠胚胎 它在進一步的分析之下 會不會看到一些 原來和地面上都是一樣的正常的發展呢? 如果是的話 似乎就更加有意義地可以推遷到下一步的研究了 就是說它的著床那些這樣的問題 這個實驗其實是日本方面去做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問題可以看遠一點點了 我們太空旅行就在那個太空站或者火箭那裡 但是假設如果將來人類在其它星球 如果重力那個情況不同地一樣 都會不會影響那個胚胎的成長呢? 嗯 就真的好看重力差了多遠 就是說如果原來有一點點重力 就已經可以令到那個受精卵更加容易著創 那你都會問究竟需要多少呢? 那個對於這個重力的要求多敏感呢? 那麼如果你說好像月亮這些 那個重力是地球的六份一 照計如果純粹由我物理上的估計 照計都不會差得遠的 但是你說如果去了火星 那應該都不是問題的 但是如果去到好像那些叫做小行星 什麼Bernier 或者是那個龍宮那樣弱的 或者甚至乎國際太空站的重力幾乎也是零的 這樣會不會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呢? 那這個我只能夠打個問號了 就是要真的等它那個實驗結果出來才知道 好 那結尾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新聞都可以講一講的 就是在美國方面繼續有人是把這個誅心 就移植到人體裡 但是結果都是相當之不是太理想的 就很快就死了 那我現在不是說這個誅心移植呢? 其實是不是這麼理想的一個做法呢? 這個就跟進其實我們六個禮拜前有報道過的 其實應該這麼講 第一單的誅心移植我們科學生之後講 而且在這個手術失敗後我們都有報道 然後第二單就在大約都是六個禮拜前發生 我們那時候都說了我們留意一下 就是說會不會有比上次做得更加好 那這次照計上在整個設計上應該是做得更加好的 因為它做那個病毒篩選篩查那裡是做得更加仔細 就是照計這次第二次的這個誅心移植人體裡面 那個誅心照計是更乾淨的 而且做到那種基因改造排除排斥反應呢 所以我們預期就是說照計這次來講呢 第二個接受這個誅心移植的病人 應該可以給第一位就是活得更加久 但是很可惜第一位是活了八個禮拜 這次第二位是活了六個禮拜 而暫時看到的原因就是呢 那個誅心就不是因為病毒而壞死 而是因為突如其來又湧現一些新的排斥反應 令到心臟急劇這樣去衰竭 就是說我們原本以為將誅心已經基因改造得很乾淨 但是突如其來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的事情發生了 就令到它的排斥反應又再出現 我暫時看到了 這次對於那個誅心移植人體的科技發展 都是一個挫敗來的 那暫時來說我們還不知道那個仔細原因是什麼 會不會找到一個錯之後 就找到一個進一步的改進方法 就令到第三次會更加成功呢 那暫時就沒有重說起了 那這個純粹就是叫跟進報道 這個第二次誅心移植失敗的那個消息 這個嘗試我相信會繼續的 誅心便宜 是吧 如果你真的做到 而且我覺得也值得嘗試 為什麼呢 人體的器官移植 涉及很多道德的問題 就甚至有人活生生 就是將其他人的器官移植下去 那我覺得大家想下去其實有一點點是害怕的 那倒不如說 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一些動物 豬也好 那起碼我們都覺得是比較人道一些 出來的人道 好了 我們完成了四節的科學申請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這個科學回憶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要用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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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